都说中华文明五千年 但是有些学者就认为你没有五千年 西方只认可你三千多年 你那一千多年哪去了 所谓的国际标准 只认可你商朝以来的历史 夏朝我们没看到 你有什么明确证据来证明夏朝的存在呢 结果我们明明挖掘了商朝以前大量的遗址存在 但是就不肯把它命名为夏朝 因为没找着这样的文字 不少学者的眼中 真正定义文明的应该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要有城市的出现 第二要有文字出现 第三个要有青铜纪或者其他的金属出现 符合这三个标准才被定义为文明 但是国际考古学界的title 剑桥大学教授柯林伦福如专门就讲过 文明评判的标准一定要因地而异 而且评判一个文明最重要的核心标准 就是它是不是具有国家形态 放在中国来讲没有青铜器 换成玉器 它依然具备国家形态 所以单纯拿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 这就是克州求见的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 有没有下朝至关重要 因为没有下朝 你怎么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呢 这些问题不仅今天困扰我们 将近一百年前的那些大学者依然非常焦虑 以古派明确就说了 东周以上普遍不可信 结果一大批学者上穷必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终于找到了殷须 把中华文明推进到了三千多年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下朝的影子 接下来怎么办呢 大家继续找啊 河南的养韶文化 煽动的龙山文化 慢慢的都被挖掘出来了 但是这些遗迹呀 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江南的这些学者呀 感到非常郁闷的 吴越大帝 怎么能没有中华文明产生的遗迹呢 怎么办呢 大伙动手开始找吧 结果没想到啊 这些学者的努力 居然找到比下朝更久远的历史遗迹 最先扛起吴越地区 考古大旗的这个人 叫做魏俱贤 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了 这个魏俱贤呢 还真就不是江南人士 他是山西人 他有个名号 叫做魏大法师 而且啊 他还自称叫鲁之身 您想想 绝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啊 这位学者可是苦出身的 从小经历很多磨难 一直在店铺里啊 练习打算盘 后来呢 也上了一个太原的商业专科学校 最后在没有任何文凭的情况下 居然被清华大学国学院 破格录取了 您想想 当时的教授 有多么爱才啊 就是因为啊 他当时写了一篇论文 叫做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 这篇文章啊 非常新颖 他以前就是打算盘出身的 他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啊 重新梳理了 春秋战国时候 这个经济状况 哎 让当时的梁启超 眼睛为之一亮啊 王国伟 也对他大加赞赏 这样一来 就被破格录取 而且拜到国学大使 王国伟的门下 专门跟他学习啊 有了这番精力 他能力增长就非常快啊 在1928年的时候啊 他就会派到南京这边来工作了 在工作期间 他就利用业余时间 不断的考古啊 等到1930年代的时候啊 他就在七峡山 发现了一处 新石器石器的遗址 他马上把这个消息 报告为蔡元培 蔡元培听了之后很激动啊 就带着李思光 专门赶来看看情况 结果考察之后 李思光先生就认为啊 说江南地区不应该有石器啊 这下魏居贤就不服气了 不断的考古发掘 最后找出大批的铁证 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呀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坚定了魏居贤 在江南地区寻找 中华文明起源的信心和努力呀 魏居贤呢 正好借这个机会 发动一批江浙地区的文化名流 成立一个吴越史地研究会 来共同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等到1936年的时候啊 有位立法会的委员 专门就来找到魏居贤 就拿出几件古文 说魏大法师您给张张眼 您看这是西州的 还是上州的呀 结果魏居贤一看的 吓一跳啊 你这个东西从哪买来的 结果这位老兄就讲了 我是在杭州市场上买的呀 当时魏居贤一看就知道啊 这个比西州还古老啊 于是马上就找到这个古董商了 但是您想一想啊 这个古董商能轻易告诉你 这个东西从哪来吗 我要垄断货源呢 我必须要作为中间商赚差价呀 于是啊 这些古董商就信口开河 一会儿说是内蒙古的 一会儿说是金沙江上的 一会儿又说呢 这是河南什么什么地方了 就是不告诉你究竟在哪发现的 结果魏居贤就跟他们讲了 这个石醋和石产 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古玩 这是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物啊 我也不是卖古董的 不跟你们抢生意 你要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在哪来 我们要对一个古文明进行挖掘 话说到这份上了 还是感动一些古董商啊 就给他指点 我们是在航线古董 找到这些文物的 魏居贤一听 是体出望外呀 带着一批人 马上赶到古董 后来呢 终于找到了一些文物 不过没有得到更多的收获 但是这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呢 就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了他的学生何天行 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 施心耕 何天行受到老师的启发 就到航线周围的梁主啊 包括平遥啊 这些地方 继续收购这些文物 一下收集上了一百多件文物啊 另外一位工作人员 叫做施心耕 这个年轻人就觉得 这些陶片 我在家乡也见过呀 他就是梁主的当地人呢 照片上这些黑陶 包括石器 在他们老家 到处都是啊 很多人都不当回事 拿的喂猪喂鸡 这是很常见的事啊 所以啊 他就拿着这些照片 回到自己家乡梁主 开始不断的寻找这些石器 结果您别说 还真找上来不少相同的东西 西湖博物馆就感觉到了 有可能这里边有重大的发现了 马上打报告 邀请进行规模性的开发 经过三次连续的开发 一下子找出包括梁主文化 遗址在内的12处遗址啊 大批的陶器石器 包括玉器也开始出土了 尤其是玉器的出现呢 意味着这个文明达到了一个群新的高度啊 在这种情况下 考古学界派出两位太斗 也就是梁思勇 加上董作斌 专门来到梁主地区考察 而且对之前发掘的成果 高度认可 把这个遗址定义为梁主文化 但是在当时啊 所有人都可能没有想到这梁主文化 居然能把中华文明推进到5300年 已经超出5000年的历史了 当时啊 施新庚在这份报告当中非常明确的写道 如遇明了中华史前文化的渊源 及其传播的情形 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 是不会有新的意义的 我们要更广泛的开辟学术原地 扩大考古范围 在不同区域的遗址 不同文化的遗物 及其相互的连锁关系 来建立正确的史观 这是考古学上最大的目的 这番话放到今天 依然让我们足够震撼了 当时时期更多大呢 只有25岁 这些学者前辈 在中华民族面临最苦难的时刻 依然在为中华民族的起源 进行不断的求索呀 但是非常遗憾 两主文化还没有进行 大规模挖掘的情况下 大规模的抗战就已经率先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两主文化开始陷入沉寂 一直等到新中国的建立 两主文化才开始焕发新生 向整个世界绽放它独有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